各位大家好 這一款是 dji pocket 3 最新的口袋相機 他這一款我強烈的建議要買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用折騰 你要做出一個很棒的這個vlog的拍攝 通常你會用手機啊 啊你用手機你會加一個什麼穩定器 還要加一個什麼腳架之類的 那你在架腳架或穩定器的時候會不會浪費時間呢 那你用單眼相機你再加穩定器的時候 你要調那拼了你就浪費很多時間了 這一臺可以完全可以取代掉 那因為他是1英寸的這個 感光元件 我那天啊實際在這個觀音商拍攝啊 這個畫質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另外呢 除了這一個1英寸之外 對於這個vlog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他還可以做這個縮時攝影 這個縮時攝影他會結合這雲臺 就是譬如說你這10分鐘之內 他就縮成20秒嘛 然後這個雲臺會慢慢慢慢慢慢這樣轉這樣子 這台攝影機啊完全是可以取代掉 要用手機或者是用單眼相機拍攝 這個vlog的影片的這樣的應用 那當然你要如果拍攝這個遠焦的話 那可能就沒辦法適合 關於啊這台dzii pocket3 在這個vlog拍攝影片上面的一些設定 網路上面很多的youtuber都詳細的介紹 那我沒辦法贏過他們啊 那我要分享的是 關於這台dzii pocket3在直播上面應用 首先啊dzii pocket3他 跟第二代比較他多了一個什麼功能 他多了一個usb webcam輸出 也就是說你今天連接這個usbc webcam 然後呢連接到這台電腦 就可以直接在google meet上面做直播 我實際操作一次給你看一下 dzii pocket3連接usbc的傳輸線 然後連接到你的電腦的時候 你看他的背面這邊 會出現網路攝影機 你敢按確認 這樣子他這時候他就會變成一隻webcam的畫面了 然後我可能隨便打開一個 比如說google meet 這個試試看 然後發起 然後呢你去選這支攝影機 就去選視訊攝影機 你看你就可以抓到這個 這個pocket3的這一支 目前這一支畫面就是來自於這個dzii pocket3 你看 是吧 而且畫質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你也是可以利用這個 他的 機器上面的這個控制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這完全是可以取代掉 視訊會議的任何的攝影機 因為畫質實在太清楚了 好這是第一個應用 那有可能你要做直播嗎 你可能在obs上面做一些設定 obs上面的話你去抓一個新增視訊裝置 然後去抓呢 dzii pocket3這一支 抓到了 然後呢你的解析度呢你就去選這個 19201080 這樣子 那當然啦你的聲音也要記得去選取這樣子 去選取這個 dzii pocket3 也是抓得到的 然後呢這樣就可以去做你的臉書的直播或youtube直播 你看吧 dzii pocket3也可以連接到這個obs上面 這個dzii pocket3除了剛才講這個usbc webcam的輸出之外 他本身也可以直播到這個youtube或者臉書 但是我實際測試這個臉書直播youtube直播 有這台機器直接面對這些平台不太好 因為他的 第一個他臉書直播目前有問題無法連線 第二個youtube直播我測試了老半天還是出不去 他會一直就是變成排定直播 然後我也試著把那個 youtube後臺的直播的一些選項全部砍掉 也都沒有用 所以我的結論是 你要用這台 直接直播到youtube或者是facebook 請你不要用他內建的fb或youtube的 連結這個直播 我們還是採用rtmp的方式 但是這rtmp的方式 並不是要讓大家去折騰說 去copy rtmp或金鑰 這個太麻煩了 我要介紹另外一個很方便很方便的方式 叫做restrict 就是這個restrict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我們平常是這樣子 就是dzi pocket3 直接直播到這個youtube平台 那我們現在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dzi pocket3直播到這個中間平台 這個中間平台就去面對這個youtube跟facebook這樣子 那這邊的金鑰跟這個rtmp就貼到這個 dzi pocket3這樣子就很方便了 因為這個平台是非常非常的專業 而且目前是免費的 你要做這個dzi pocket3的這個直播的設定 你可能用這個安卓手機或iphone 或者是ipad都可以 下載這個dzi的這個app 然後先連結 加入 好這是我畫面你選這邊 這邊有個小小的字叫做直播 這邊 這邊有個直播 好你就按下去 我剛才有講過說不要直接做臉書直播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按臉書直播 他會跟你說 他目前啊並沒有支持這個臉書 那你用youtube 他算是可以這個 跟這個youtube的帳號連結 可是你會折騰了老半天之後發現說靠腰怎麼直播不出去 好那我們就用rtmp的方式 我們就直播到這裡 你先選擇你的網路 這個網路就是你家裡的路由器 或者是能夠上網的路由器 比如說你今天在戶外 你能夠上網的路由器是什麼 你就可能是用你的手機的熱點分享 你就把熱點分享那個 wifi把它分享出來 這樣子 然後呢你就去抓 這個手機的這個wifi 那我現在在家裡我現在就用我家裡的路由器 先連接 那當然要輸入密碼嘛 你就是要輸入密碼這樣子 然後完了之後呢 我們先選 分辨率 我們可以選高清或者是 1080p 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RTMP UIL 你要貼什麼呢 好你就到電腦 那你就打這個restream 然後就就會登錄到這個restream的畫面 然後你要怎麼到這邊呢 你可以綁定你的youtube或者是ufb的帳號 然後就可以登錄了 登錄到這邊 玩法是這樣子 我的 這個dji pocket3啊 等下要打這個平臺 這個平臺就是restream 那這個restream呢 再去打這個youtube跟這個fb 他同一個時間點他可以做兩個直播 是免費的 所以啊我就先加 我先按這個OBS 我們先 要先知道他的這個平臺的金鑰 這個金鑰等下把它copy到剛那個dji的那個app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這個平臺要打什麼呢 好我們先打這個youtube 好這個你就你就登錄吧 好那我們再增加另外一個 呃facebook 那我們就打這個 個人 因為個人不用錢 但是那個 那個group啊還有那個粉專要錢 所以你看哦我現在已經綁定的臉書跟youtube 好那我們等下要把 把這兩串金鑰 貼到你的這個 ipad上面 怎麼貼呢 很簡單啊你就copy到你的gmail嘛 啊gmail在 再把它貼到那上面去就可以了 寫信寫給自己 然後測試 然後把剛剛的那個 這個copy貼到那個gmail就可以了 貼上 然後呢記得我們貼的時候是按 在這個live後面再按斜線 就是這邊直接按一條斜線就對了啊 這邊 斜線 然後呢再 再把它copy 直接再到那個斜線的後面 斜線後面把它貼上去 那就變這樣子了 然後就傳送到你的ipad 好 啊這時候你ipad就會收到你的email嘛 就打開來 那你就把它給 這整串把它給copy下來 複製下來 然後再到那個dji的app 好就把它貼上 這邊就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時候呢就按 開始直播 開始直播了 直播了哦你看到直播了 那我再看到電腦這邊 你看是不是有畫面了 有畫面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臉書直播 跟youtube直播是不是都有了 我們先看臉書直播 你看有了嘛對不對 好 然後看那個youtube直播 有了嘛 同一個時間就 臉書直播跟youtube直播 用這個方式 好 那如果你不想直播的話 就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按中止 這樣子 這樣就中止了 那就把它關掉 那你先把這個路線給關掉 剛剛已經貼上去了嘛 好啦 那我下次如果還要再做直播 我就不用再貼什麼金鑰啊 什麼什麼都不用了 因為已經記錄在這上面了 所以我們再示範一次給你看 我們現在是第二次直播了 就不用再折騰了 就打開 好有了嗎 按直播 按下去 按RTMP開始 好 剛才這已經貼上去了啊 所以我只要按 直播就可以了 按直播 那就好啦 然後這時候 就直播到你的那個 臉書跟youtube 我們再看一次哦 是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 有哦好 我們來看那個youtube 這邊 這邊 哦有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不要直接用那個 dji app 去面對youtube 或是臉書 我們要面對這個restrict 這個restrict 再去打這個youtube跟fb 那如果說這個dji pocket 3 他要連接這個 視訊導播機怎麼辦 比如說這是視訊導播機 視訊導播機 他就是說 他可以同一個時間點 他吃了很多路的HDMI的訊號進來 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去按切切切切切 方便切換嘛 不用用OBS切換 用這個用實體的按鍵切換是很方便的 這時候你要想辦法 將你的dji pocket 3 轉換成HDMI出來 怎麼轉呢 我介紹了兩種比較簡單的方法轉啦 一種就是 你將這個他的dji pocket 3的 USB拉出來 webcam拉出來 那我們這個設備 就是將USB 輸入進來 轉換成HDMI 那HDMI再連接到這個 視訊的導播機就出來了 好 這是第一種 你看dji pocket 3 就成功連接到這個 antam mini pro 你看 非常的流暢哦 另外一種也是一樣的 也是個UVC to HDMI 的概念 就是這個紅盒子 這紅盒子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他除了 剛才講的這個USB webcam進來之外 他轉HDMI 這第一點功能 另外他還有這個什麼webcam bypass啊 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 呃 在iOS上面做直播 還有可以在這邊上面錄影啊 都可以啊 dji pocket 3 連接antam mini pro dji pocket 3的uvc 變成 HDMI連接視訊導播機在電視顯示 也可以連接這個windows 用uvc bypass的方式出來 在obs啊 或者是視訊會的軟體使用 最重要的是他還可以在iOS上面做直播 你看 他可以做塗層 比如說新增手機的鏡頭 這樣子做切換 還可以做塗層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我前面一個影片 有詳細對於這個 APP做介紹 我們剛才講那兩種方法就是透過uvc 轉HDMI uvc接盒子 然後轉HDMI 然後呢再連接到導播機 或者是 這個uvc連接這個盒子轉HDMI 然後呢再連接到視訊的導播機 那除了剛才的uvc to HDMI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那當然有的啦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說這個dji pocket 3 還有兩種的這個物理輸出 一個是uvc出來 另外一個是 無線的rtmp出來 我們等一下可以利用這個無線的rtmp啊 轉換成HDMI啊 剛剛還記不記得我們這段金鑰 我們是貼那個電腦的那個restream 那個平台 將這個dji pocket 3啊打到這個restream 這是外網的直播 那我們現在不要做外網直播啊 我們就做內網直播 用這個盒子啊 就是rtmp轉HDMI的轉換器 就是將 你的dji pocket 3直播到這個盒子 內網的盒子 然後這盒子呢再轉換成HDMI 連接出來 這樣的目的啊 你就可以接這個視訊的導播機 就這個盒子轉換HDMI嘛 然後就可以連接到這邊的1234 視訊切換的地方了 dji pocket 3啊 無線的方式變成HDMI 連接到電視 這個dji pocket 3啊 這個dji pocket 3啊 連接這個entern mini pro 的這個導播機 做視訊切換的這樣的應用 我們再總結一下吧 這個dji pocket 3啊 還有兩個物理的特性 他可以直接 跟我們直播有關的 一個是webcam 輸出 你可以直接接電腦 那 你可以透過什麼google meet 或者是obs直接在 這個電腦上面做直播 另外一個啊就是rtmp的輸出 你可以利用這個dji的這個 app啊 然後上面 官方上面有臉書直播跟youtube直播 但是我實際測試 這兩個不好用 因為那個綁定 綁的不是很漂亮啊 就是會很折騰就對了 所以我就介紹你用restream的方式 你只要弄一次就好了 你就可以同一個時間點在youtube 或臉書上面做直播 然後呢我可以利用這種方法 我就可以直播到這個盒子上面 這個盒子 他就會轉換成這個HDMI出來 轉換成HDMI出來要幹嘛 因為有些人他直播他要做視訊切換嘛 那就可以做這個 連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做視訊的切換的應用 這就是所謂的 將dji pocket 3啊 轉換成HDMI的方法